在相继得到的重做后 雪魔之怒和纯净苍穹的出场率得到了很大提升 已经有越来越多玩家开始将它们放进常规选择里 那问题来了 雪魔和苍穹它们两个的性价比究竟如何 既然要比性价比 那么肯定要把属性都看一下 大家看上图 在攻击方面 雪魔的最大缺点就是额外增加的80点攻击有长达90秒的CD 不过还好 只要有5秒的攻击 如果狂怒被动存在 雪魔这件装备在攻击方面就一定的保障 当然了 关于狂怒被动的使用也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和自身的额外生命值以及普攻挂钩 再来看看苍穹 因为苍穹没有物穿 攻速和暴击 所以很少有英雄会在前中祭出它 但凭借100点的高额物攻 和10%冷却缩减 30%的减速效果 很多英雄会在出完最核心装备后 出一个苍穹来增加容错率 所以在攻击属性方面 苍穹的使用面会更广一点 效果也比雪魔来得直接 看完攻击方面 我们再来看看防御 在防御方面 雪魔主要有两点 第一 它有1200点的生命值加成 第二 它可以让使用者 拥有40%最大生命值的护盾效果 雪魔这件装备 在防御方面 如果说有什么缺陷的话 无外乎一点 没有防御加成 而苍穹在防御方面的属性也很出色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 苍穹又有500点生命值加成 以及高达52%的减伤效果 由于雪魔的技能都和生命值有关 所以一般会出它的 肯定是各类坦克 而苍穹这件装备 它的潜在使用者 就包含了所有的物理系英雄 整体来看 苍穹的性价比肯定是高于雪魔的 毕竟坦克英雄出苍穹 效果也差不到哪去 但是如果组合起来看的话 雪魔也能发挥出很好的效果 这一点大家自己取舍就好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期待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